大家好 我是每天打卡八段锦的沈师兄 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些 关于初学八段锦的注意事项 当我们开始练习八段锦时 有一些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 和掌握这套传统的健身功法 首先在练习八段锦的过程中 注意力的集中是非常重要的 对于初学者来说 在练习时可以想象动作的要领 这意味着 当你进行每个动作时 不仅仅是机械地执行动作 而是要在脑海中清晰地想象出 这个动作的细节和要点 通过这种方式 你可以更加准确地理解和执行每个动作 从而获得更好的练习效果 当我们对动作逐渐熟练后 要开始想象动作和呼吸的配合 八段锦注重呼吸与动作的协调 通过有意识地想象呼吸与动作的配合 我们可以更好地调节呼吸 使其与动作相辅相成 这样的配合有助于增强身体的氧气供应 提高能量流通 并加深练习的效果 当动作和呼吸的配合达到一定水平后 我们可以进一步想象身心合一的状态 这意味着将身体的运动和内心的平静融合在一起 感受身体和心灵的统一 通过这种想象 我们可以体验到一种内外和谐的感觉 让练习不仅仅是身体的锻炼 更是一种心灵的修养 总的来说 想象在练习八段锦中起到了重要的辅助作用 通过想象动作的要领 动作与呼吸的配合 以及身心合一的状态 我们可以更好地引导自己的练习 提高练习的质量和效果 对于初学者来说 这是一个逐步提升的过程 希望大家在练习八段锦的道路上能够坚持不懈 不断探索和体验 记住 保持专注和耐心 与自己的身体和内心建立起联系 你会逐渐感受到八段锦带来的身心健康益处 跟着沈师兄每天打卡八段锦 健康快乐每一天 谢谢大家 关注太极沈师兄 健康养生更轻松